第七所谓的最后一口气 是指我们断气的那一刹那 或者神识离开人生的时候 是指断气的那一刹那 气虽然断了 神识没离开 这个一定要懂 那么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 绝大多数的人断气之后八个小时 他神识在离开 所以断气之后八个小时 决定不能碰 他躺在床上 床都不要碰他 走路的时候都要离他的床圆一点 不要去干扰他 这个才真正要保护他 爱护他 八小时佛号不要中断 为什么他会听得到 所以这个时候祝念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最得受用 那么如果是安全一点呢 最好我们祝念的时间能够再延长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我们给他念到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或者十四个小时 那就非常安全了 那他绅士离开了 就八小时没离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